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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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今天开始讲大成妙法莲花经 这个是大经来的 我第一次听经是听大成妙法莲花经 听唱怀老化师讲 唱怀老化师讲妙法莲花经 照触天台的规矩 开经之前写一首解 讲完之后要写一首解 一来到就看到写了一首解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灭 罪覆如恒喜亦沉 所以这句解是避舍浮佛的解 这首解是很有用的 撞出有什么不开心 就是念这首 我本无生亦无生 被老板骂你 骂我我都没有骂到 所以这个妙法莲花经 但是老板骂那时候讲得很猛的 一堂讲几句的 十句八句一堂 很多年了 我们现在讲六堂 六堂都有个好处 因为那些人现在喜欢即食的 马上知道 我们这个妙法莲花经 讲六堂 上一次讲六祖堂经 又讲六堂 这个灵严经 我们又讲四堂 四堂五堂 这个花严经又讲七堂 我们虽然是讲共小堂 但是我们是整本讲的 如果分开一期出来讲 就不知道整个经的大意 你抄其中一个品 普言行言品就是其中一品 但是普言行言品也讲几堂 我们现在讲妙法莲花经 最重要的是 妙法莲花经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来的 这部经典是在七十二岁的时候讲的 七十二岁 在印度摩蝶陀国黄舍城北的灵袖山讲 这部经是在两个地方讲的 一个在虚空讲的 一个在虚空讲的 一个在地上讲的 地上就是摩蝶陀国灵袖山 灵袖山 灵袖山由这个序版 讲到这个宝塔版 建宝塔版第十一版 就是在灵袖山讲的 由宝塔版一直到这个类足版第十二呢 在虚空讲的 在虚空讲的 所以这个是大城的意思 大城的份全部在虚空的 这个大城里面最大的花莲经 这种花莲经是七处九回七个地方讲的 这个菩提墙 然后这个保光明殿 然后升上去涛利天 然后夜摸天 兜衰天 这个化落天 他化自在天王宫 接着又下来普光明殿 接着又到细多林 就是善才同志 十三参 所以这两部经 都是同样是大经 大经呢 就是由大佛讲的 大佛 有没有大佛、细佛呢? 大佛就是本 这个细佛 就是本细二门 现在这个妙法莲花经就告诉你 这个本细二门 什么叫本? 什么叫细呢? 我们上共那时候念 南无清静化生 疲劳遮罗佛 这个当然是本的了 疲劳遮罗佛 接着圆满报生 路舍罗佛 这个又是大的 这个是报生来的 这个圆满报生 一个是法生 一个是报生 当然是大的了 接着千百亿化生 释迦牟尼佛 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 就是细 所以我们的佛教呢 不是印度佛教来的 我们的佛教呢 是路舍罗佛的教 因为大乘就是路舍罗佛 说的嘛 大乘这个路舍罗佛 在哪里住呢? 在摩斯首罗天顶 有个天叫做考炎天 它是在那里住的 这个是报生佛 这个法生佛呢 就是无相的 其实这个毕劳遮罗佛 和路舍罗佛呢 是同一个佛来的 是因为我们逆花炎经的时候呢 六十花炎呢 就逆路舍罗佛 这个八十花炎呢 逆毕劳遮罗佛 迪劳遮罗佛呢 迪劳遮罗佛呢 就是毕劳遮罗佛又行 路舍罗佛又行 这个两个佛都是同一个佛 为什么又分呢? 因为古德认为呢 有三个生的嘛 其实经里面都讲三个生的了 最后现在 环节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就 一个就 发生 一个就报生 毕劳遮罗佛呢 发生佛呢 是见不到的 就是没有说见到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有三个密质世界 当人家大爆炸 一百三十七亿年前之后 爆出来呢 有玄学书 玄学书 这本叫玄学书 第一万一 一少少少少少少少 万分之一秒 再四十分之一秒 就是很早了 一少少少少万分之一秒再上 有玄学书 玄学书呢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所以这个量子传书 就是利用它 一个变两个 北京一个 香港一个 做出 那就是糾纏 它将它变成两个 变成两个呢 一个就回来香港 一个去北京 中间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不可以自指的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改 也都不可以偷 也都不可以复制 因为它的玄学书 一个变两个 所以利用这个原理呢 就有量子传书了 这个是最稳定的传书 现在中国有的而已 其他没发明到的 所以中国都挺威胁的 这个玄学书呢 玄学书呢 整个世界都是玄学书造成的 所以宇宙大爆炸 一条物质 这一条物质呢 是一瓷羹那么大物质 但是它包含了整个宇宙的质量 和重量 这个重量很难计 这一条物质怎么会那么重的呢 质量呢 现在我们的宇宙 是34.7亿光年 光呢要飞34.7亿 你说多大呢 大到 就是有数得计 不是大到无限的 但是现在还在大 所以呢 这条物质降到这么大 降到这么大的时候呢 最先出现的呢 一小小小的万万一 这边玄学书 这个呢我们叫做发生 发生 接着下去 接着下去呢 变了61种粒子 61种粒子 专家呢 就是模仿疫苗大爆炸 发现61种粒子之后呢 就很惊讶了 哇61种粒子 都是空的 都是没有东西的 61种粒子呢 好像电脑那些 手机那些粒子那些 那些是粒子来的 就是那些传书 你的粒子呢 有阻挡的时候 要行慢一点 要阻隔 你真的在铁盒里面 又收不到 所以它是粒子来的 让它穿过那些粒子 那全部都是空的 这个都是看不到的 没有形象的 那这个1968名呢 这个希格斯呢 希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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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现呢 他就说呢 有个希格斯墙 那这61种粒子 穿过它的时候呢 就穿不过 那么就放着了 就变成了 墨质世界了 墨质世界 这个墨质世界 那穿过那些呢 就变成了灵界了 穿过呢 就变成了灵界了 就是穿过61种粒子 因为一穿过呢 就跟它的希格斯 粒子结合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有世界 有墨质的出现了 那本来没有墨质的 因为全部都是空的 因为《袁岳说》 也没有墨质的 那这个灵界呢 这个穿过来 所以呢 这个呢 墨质世界 这个呢 是这个灵界 这个灵界 这个呢 又再穿过这个 再穿过去呢 就变成了这个法界 法界 所以呢 由法界 由法界变成灵界 灵界变成了墨质世界 墨质世界 就是61种粒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世界呢 有三个 一个是物质世界 一个是灵界 一个是法界 所以呢 这个物质世界呢 用港义相对论 B等义的 B等义的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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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港义相对论 港义相对论 那灵界呢 是用量子力学的 量子力学 就是说 除观察者的意志 所以那些鬼神 那些呢 除他的意志 要变什么就变什么 因为他是小粒 这些是大粒的 所以呢 港义相对论 它有能量 等于它的 它的物质 那个速度 那些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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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义相对论 是有物质的 这个量子力学 就没有 因为它是粒子 所以才观察者的意志 那这个 这个稀价私牆呢 一个 就是稀价私 提出来 1968年提出来 前两年 拿了诺贝尔奖金 不过他还未提 还未知道的 这个稀价私牆呢 有十个 十个稀价私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有十八价 就是有十个 就是越来越微小的 就是越来越微小的 天 天 阿修罗 地狱 地狱 外鬼 这个 这个 四圣六分 阿罗汉 碧枝佛 菩萨 佛 这些全部是灵界的 那你看看 你的量有多大 那些天呢 它越来越微小的时候 由色界天 变成无色界天 就是由色界天 那些色界天 就越来越微小的 那些粒子 要越来越微小的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有十个编担 十个法界 十个法界 所以有十个稀价私牆 所以有十个稀价私牆 所以拿下背景 记得不久了 你都会做 所以呢 提出十个稀价私牆 所以有十个稀价私牆 才提出的 所以呢 十个法界 我提出的 佛 十个法界 十个稀价私牆 再穿下来 就变成了法界 变成了荣学术 所以呢 这个法呢 因为有三个世界 有三个世界 你一定要 即是再细分 就变成荣学术 变成荣学术 变成荣学术 这个叫做法生大事 这个法界 这些灵界呢 还是有墨则的 那些墨则是疏一些 可以变啊 可以成啊 或者可以穿过一些东西 穿墙过壁 那些墨则细 那些墨则细 那就穿过去 这个法界呢 就是发生大事的 发生大事呢 所以呢 百地以上呢 就是发生大事 那么佛当然是发生了 所以呢 有三个法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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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路歇诺佛 路歇诺佛 路歇诺佛 就是在灵界的 那么这个 皮路歇诺佛 呢 皮路歇诺佛 就是在法界的 所以呢 清静化生 皮路歇诺佛 远本奉生 路歇诺佛 千百亿化生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那么最主要呢 因为这个发生呢 大习说发生无伤 其实呢 实地菩萨 可以直接看到佛的发生 发生是怎样的呢 就是全部都是玄学说 101010 这个释迦牟尼佛 1010 阿非陀佛 0101 那么这个 这个玄学说 001 100 就是由于 它那个玄学说的 组合不同 就变成不同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愿 这个是它的法 所以呢 十方诛佛 都是一例 都是同一发生 就是你分不到它 究竟是哪个法 不过它是省固在空中的 当你凝聚它的时候 它就会组合一些东西 你现在组合成 不知道是多少个单位 如果你是1010 32个单位 或者50多 可能无量那么多个单位 所以有无量那么多个法界 无量那么多个法界 但是都是10来表示的 这个发生 所以呢 你没有相 而无不相 都没有组合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 1010的数码 所以呢 这个数码 这个数码化 所以说这个发生 这个发生佛 南无清静发生 比如路诗罗佛 普通是见不到的 但是这个路诗罗佛 就是住在天上的 这个报生佛 这个报生佛 这个法生佛 这个应生佛 这个报生佛呢 报生佛呢 就五个决定 第一呢 尚决定 这个尚好庄严 天杖路赦囊 天杖 因为天人很高的嘛 你只有那杖六金生 天人是看不起的 就是你成千杖那么高 那你当然要找一千杖跟他讲 都要变一千杖 没有都要变 所以呢 天杖路赦囊 第一呢 尚决定 尚好圆满 第二 处所决定 处所决定 住在摩斯守罗天 色教境天 有个天叫做口炎天 天顶 有个天叫做口炎天 因为天很大的 那里面呢 有个叫口炎天 这个是佛土来的 就是佛就住在这里 这个 这个 法决定 只讲大乘法 不讲小乘法 释迦牟尼法 要讲小乘法 要讲大乘法 我们说要讲大乘法 小乘法 大乘非佛说 不是释迦牟尼法 讲大乘法 一样是佛 这个佛更威衰 这个本身的佛 你那个是硬化身的佛 所以未必是印度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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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决定 直至永远 不入列盘 就是它不会入列盘 释迦牟尼法 入列盘 2561年 2561年出世 那就是入列盘了 现在 但是 这个奴舍罗伯 永远都不入列盘 永远都不入列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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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属决定 就是 跟十地菩萨讲 就是跟天人 跟十地那些 有些十住 十行 十回向 一地到十地菩萨 讲经 那 因为释迦牟尼法 他就在地上的 所以 他就跟小乘讲经 阿宗 跟阿罗汉那些 那些 所以 他讲的法 就是小乘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 这个 遍吊十方向水海 在《花园经》里面 遍吊十方向水海 里面 有十个世界 有一个世界 叫《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有二十层 第十三层 有个世界 叫《索河世界》 他的佛 叫做《毗露尘罗佛》 《毗露尘罗佛》 就是联拜 《毗露尘罗佛》 因为《毗露尘罗佛》 是发生的 那他的应生佛 就是《释迦牟尼罚》 所以 本身的佛 就是《毗露尘罗佛》 叫做《毗露尘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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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宗就分得好些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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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露尘罗佛》 就是一个胎藏界 这个《毗露尘罗佛》 就是金刚界 我没得争 一个胎藏界 一个金刚界 大家不用分 一个有相 一个没有相 可以有相 可以没有相 所以 我们现在说 是这个 《毗露尘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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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对的 所以 《毗露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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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经 是当时适应印度的情况 因为它经常来的 因为它经常来的 这个《毗露尘罗》 在天顶 所以它经常来的 因为有千百亿 发生的 有空就下来 有空就下来 下来 遇到什么人需要什么 就说什么法 在二千多年前 来印度的时候 遇到印度的人 每个人都很出家修行 很惨 四阶级 不平等 那些人杀生太多 那它就说 小成八 断烦老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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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是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 在五个阶段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时期 这个是由五五六年到四八六年 即是这八十年 公年前 公年前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 自己说的是 四圣帝 十二姻圆 四念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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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那五年之下 释迦牟尼佛 有四次叠叠 第一次是五百叠叠 八月到后 刚刚年到的时候 有五百叠叠 过一百年 有七百叠叠 再三百五十年 就有大天叠叠 鸡猎的叠叠 第四 就有 这个 这个 嘉利释迦牟尼的叠叠 结集的时候 这个都是小城的 这个是佛 讲小城 小城 这个是小城的 到五百年 佛灭道下五百年 就有大乘起信论 马明屠杀 开始讲大乘 为什么要讲大乘呢 因为断帆老了生死 是出家人才做得到的 出家人 出家人多 一学佛就出家 这个日中一食 一宿三一一步 不用供楼 不用买楼 没有冤家 没有债主 你说多开心 断帆老都很难 那现在又有冤家债主 又要供楼 又要交租 不交租都是交差项 又要小孩子又要读书 那你坐得定吗 坐不定 坐不定 没得坐 这个方法呢 是适合出家人收的 就是出家人 那禅宗都可以 禅宗什么都没有 禅宗就这样坐 没有东西 他都不用理的 他只是在牢牢挂椅 任你坐 禅宗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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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大乌人都不行 所以呢 因为你信众越来越多 多大乘的人 多些人的信众 他有这么多烦恼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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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业 第一 你消业 多些来买惨 这些很多惨怪 有水惨 有梁王惨 有地藏惨 还多过我们呢 这个呢 消业 可以消业 凤红山 啊 诗食啊 那这些全部消业的了 职服 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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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业职服 第三 求解脱 消业职服之后呢 你先求解脱 大乘呢 禅宗 禅宗啊 静祖啦 明宗啦 明宗啦 所谓你年轻人 学佛的呢 教你禅宗啦 打座嘛 你看看佛教的境界也好 打座啊 看你会不会升起啊 有没有光啊 那些气走来走去啊 好像很有趣 其实他没什么帮助的 就是 他确实对 子弘佬有些帮助的 学佛起码都不会杀生啊 不成啊 学一下又吃齋啊 都有些帮助的 但是你说 真的要断倒弘佬呢 就不是靠那几下静坐 那来东蟬啊 静坐啊 四念柱啊 那这些东西呢 是 这些东西呢 是 他大了 那时候呢 做生意了 做生意那时候要博杀了 哇 没什么 那博杀呢 要收啊 打天啊 要求钱啊 求钱啊 旺财神 白财神 黑财神 隨便抱一个水抱 想着一个 那又要 没有病啦 要药私伯啦 要满缘啦 准提白啦 准提啦 那很多 有人说你事 也有摩尼茲 找不到女朋友 大姓你 那很多 很多法给你收 这些是法来的 因为你当社会做事呢 你需要一些法 需要一些法来帮助你 虽然是努力而已 努力做事 但是有天人帮你 都是不同的 有些天啊 有些鬼神 一些帮你 他不将爱你已经很好了 是吧 他能够帮你就更加好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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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次安心些 才能够安定的生活 你没有钱的 所以你想收钱 不得了 你收静土 快点 那是 往前的自然 往生提到 所以呢 静土呢 是老的收的 就是年纪大了 墨宗呢 就是年纪收的 所以墨宗 老人家就是收不到的 老人家呢 因为很多结印啊 很多成啊 又有半顶啊 又有一大堆移軌 那收不到的 就是 都可以收的 不过真是 很容易成就 但是最后呢 大家都收静土 无论你是 禅宗 静物都好 所以我们提倡呢 是三个一起收的 太区大师呢 就说 八宗共鸿 我们呢 三门齐收 禅宗 静土 麦宗 三个一起收 看人家要哪一样 是吧 你年轻的时候 禅宗三个 那你就多些收钱 老的时候多些收淨土 那这个 做生意的时候 多些收麦宗 就是这个 那所以呢 这三个一起收的 没有分 哪个最好 哪个不好的 因为每个都好的 就是三个老中青 所以呢 佛青老中青 三个都照顾素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最好的了 所以我们呢 常常跟老人家 开始也行 年轻人说麦宗也行 打坐都行 打静坐班 我们都 我们都开过很多班 所以呢 这个禅宗 这个呢 就是消灭职 方向解决 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叫做 北共大乘 大乘和小乘是不同的 不可以将小乘作为大乘的阶级 这个葡萄的次第讲论呢 这个是错的 所以日常法师一没有了之后呢 原殖了之后呢 就没有杀了 这葡萄 盐土班 盐土班 ABCDEF班 很多班在那里 但是现在没有杀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根本就不可以作为阶级 因为 因为 如果你小乘而满正在阿罗汉 你又怎样去杀 你都要回向大乘的 所以你是小乘的根基 你是收小乘 大乘的根基 你是收大乘 不可以说 将小乘作为大乘 金刚乘 学习小乘 学习大乘 学习大乘 学习金刚乘 没有这种东西的 因为是北共法来的 大家的化心不同 化心最主要呢 就是小乘也有出来心 出来心 每个都有 小乘的落后的出来心 我都想去五乘居 这个呢 大乘是有菩提心 有什么呢 菩提心是出城心家 大悲心 就是说小乘就没有了大悲心 因为他没有大悲心 就是 整天都想着自己解决 就不去帮别人 但是大乘呢 就以大悲心为主 大悲心为恩 菩提心为恩 大悲为究竟 方便为究竟 大悲心为恩 大悲为根本 方便为究竟 所以大悲心是最重要的 这个大乘 大乘就是有大悲心 叫大乘 大乘 大乘是什么呢 大乘呢 六大 第二页 什么叫大乘呢 信大法 信我们可以成佛 小乘是不信的 信大法 解大乙 解大乙 小乘只是消业职 他只是想了生死 断法老了生死 我们呢 要 法心 道一切众生 要帮众生的 法大心 我们有菩提心 他没有 吹大果 我们要成佛 成阿罗汉的 这个修大行 我们要经过三大 阿僧騎劫 修行的时候 由十字 十行 十回向 到十地 到等各妙各 正大道 这个正大道 修大行 正大道 正到等各妙各 佛 所以呢 我们这句叫做大乘 所以呢 小乘和大乘 所以学佛呢 第一件事呢 是要分大乘和小乘 如果你大乘和小乘 混乱了的时候呢 你就学不到 就是永远都是小乘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以前呢 在唐宋元明清呢 我们全部都说大乘 没有祖师说过小乘 不过现在都不同了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现在说小乘 大学都说小乘 小乘法学班 聘请了那些大学博士来 大学博士来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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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拉隆工 泰国 朱拉隆工 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小乘 越南 那些 一行禅师 就是越南的 所以呢 这些全部来说 用英文来说的 全部讲小乘 讲小乘 讲小乘 佛伐 所以小乘佛伐 现在变了 哇 比大乘佛伐 我几乎遮过大乘佛伐 因为这些学术性那些东西 全部归小乘佛伐 那本来呢 那些本来大乘佛伐的 学术性是很高的 但是现在那些人呢 没什麽人讲 好像有没有听过 有人讲苗花梨花经 有没有人讲 绿祖藤经 有没有人讲花业经 没有啊 我一直讲 但是 只有一个人有什麽用啊 就是大乘不成风气 所以呢 这个 你要学佛呢 要学得对才行 那我去到这个西安 那去一个 一个 慈英寺 慈英寺 他在佛学院 他说我们呢 学瑜伽师地论 哇 瑜伽师地论 厉害了 瑜伽师地论 我说你学识都没有用 这个是大乘仓 这个是北空如内藏 这个是北空如内藏 你只有北空如内藏 你学了之后 你读到广瓜能熟的 你也是只有北空如内藏 成本要是北空如内藏 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问题了 如果你学大智道论 学这个 学这个 瑜伽师地论 当学瑜伽师地论 或者只学大智道论 是成不了佛的 成不了佛的 所以后面那个 在法花七遇那里呢 那辆车 那辆车 有些是四个 四辆车 三辆车 这个 洋车 六车 这个 牛车 和大白牛车 那么 原装法师呢 就说 大白牛车 就是牛车 而已 那么这个三论中 这个吉藏呢 也都说 这个 这个 大白牛车 就是牛车 就是三辆车 没有四辆车 但是 这个智者大师 这个天台的了 就说 你有四辆车 这个大白牛车 就不同牛车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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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中的 花园中的 的法狀 法狀呢 就说 四辆车 这个大白牛车 不同牛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他们的解释 就是说 韦息中 那就说 这个大城 就是大城 没有分 或是无上大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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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论中是空中 空和有都是大乘 所以他当自己就可以成佛了 就是如今思地论 这个大智度论就可以成佛了 不用他经过 但是 这个花盐和天台告诉你 这个是大乘仓 一个是空如来藏 一个是北空如来藏 两个都 两个只是那两样东西成不了佛的 要空不空如来藏 这个大智度论所得到的是裂盆 裂盆 这个如今思地论得到是菩提 你成佛要大菩提和大裂盆 两个都加起来 就是有自利、自国、国他 裂盆只是自利 自己证到裂盆 没有法老 这个菩提是利他的 所以自利利他各行严蒙 自国各行严蒙 所以两样要加起来才行 所以就是要学佛法的时候 要学整套 就不可以学一些东西 我专门工这样 我专门工那样 所以这个太区大师说 八宗共同 他这个八宗共同 他把八宗放在一起看 不是叫你每一宗自己的红 是叫你把八宗合在一起 那你就有整个佛教的画面了 天台中最重要是有判教 判教五时八教 这个五时八教 这个藏宗别言顿善秘密不定 这个五时八教 五时八教 十二方等八 我们讲 讲佛在世的时候 讲佛在世 先讲到佛教史 佛在世的时候 佛陀释化期 接着布派叠集期 这两个都是小城 这个是八教 八教 十二方等八 这是研究八教 八教 八教说了十二年 这个方等 那就是维摩蝶 维摩蝶 维摩蝶那些叫方等 方等 方等说了八年 方等说了八年 这个阿恒十二方等八 二十二年 波野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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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二十二年 这个花言 最初三七日 这个花言经 就说了二十一日 一阵道就说花言经 然后内政的整解 这个发花烈谭 就共八年 发花烈谭 总共说了八年 可以神经三百余 会说法四十九年 就是这个 这个是出自哪里的呢 这个是出自个譬喻版 这个《孔子徐芬》 这个故事 这个是阿罗汉讲的 就是佛讲了三车的譬喻之后 阿罗汉就自己说 哎呀我们都知道佛的意思 所以又讲了一个《孔子徐芬》 就是说我们呢 最先我们呢 我们生失了 生失了 生失了之后呢 再认回的时候呢 就很害怕了 今天就找两个没什么威德的人来打 跟着呢 慢慢慢慢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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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器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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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徐芬》的故事 阿罕十二方胆 八二十二年 般若达花烈最创生七日 那你看过 这个佛教史发展的时候呢 这个五百年呢 就出现这个大食器信论 接着六百年呢 就是《孔子徐芬》的忠公了 忠公就是般若 忠公就是般若 这个遺识 这个跟着呢 因为这个《一切有报》呢 结合成 小成呢 结成《一切有报》 你认为三世实有 所以《孔子徐芬》呢 用《孔子徐芬》 就用《孔子徐芬》 用《孔子徐芬》来破有 就是破有 就是用《孔子徐》 用《孔子徐》破有 就是用《孔子徐》破有 用《孔子徐》破有之后呢 变成了方胆行人 恶取空 空了 这个时候呢 世襯无穿 就落来说为色 这个呢 因为 这个中官呢 说过夜嘛 不可以自己再去讲 那《孔子徐芬》呢 在这个《阿余多》讲堂 这个《无穿》 日后在《阿余多》讲堂 那里讲经 晚上升上的兜率天 就问《孔子徐芬》 就作为《孔子徐》 这个《孔子徐》 这个《孔子徐》 《孔子徐》 这个《孔子徐》 那些《孔子徐》 那些《孔子徐》 那就是说遺识 遺识是这样的 来破空 兇有之爭 兇有我有 兇有我兇 到公元一千年的时候 墨中兴起 为什么墨中兴起呢? 因为当时在印度 双杰罗主 有个婆罗姥叫双杰罗主 因为兇有之爭 大家辩论了 拿兰陀大学辩论了七年 没有谁赢那书 因为说你对 我说我对 兇对还是对呢? 其实兇有也对 因为兇不兇如来藏 一个兇的一句 一个港帝和一个幅提 两个都对的 但是印度未曾结合的 当时有婆罗姥双杰罗主 讲墨中 印度的大德就跟着讲墨中 这个就是印度文教士 跟着就是墨中 墨中间又是回教 大家又来回教统治 统治了四百年 统治了几百年 几百年直到现在 现在印度是印度教 没有佛教 印度没有佛教 印度那些佛教是我们大乘去建的 就是那些 蒲提加耶那些 那些 南非里那些 中华子那些是我们去建的 那这个呢 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传了来中国了 因为袁装法师去印度 拿回来 拿遗息 拿回来 那我们中国呢 跟着呢 就有花言的出现 花言经 天台 天台的出现 那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呢 出现八宗 大乘八宗 在这个时候出现 所以我们学大乘八宗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学印度教 所以 不要误会 我们是印度教 我们不是印度法教 但是这要一个说很有趣的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祖师禅 祖师禅是 北师禅 北师我 那 特摩祖师全国是 如内禅 如内禅呢 就是有这个 打坐 面壁 那些 官申 面壁 内官禅 那些叫做environ禅 那些是四念处 那些叫做如内禅 那我们中国那里呢 叫做祖师禅 北师禅 北师我 参话头 参到 九子有白色 那些不是原来讲的,原来没有讲过这些东西,是中国自己创的 所以就算是天台花盐也好,这个也是中国自己的 这两个天台和花盐,《苗花莲花经》和《花盐经》有一个特点 就是两个佛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叫做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生过生,你叫释迦牟尼佛没问题的 释迦牟尼佛升上去,空中讲经,讲到十四品,升到空中 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升上去,小城的历史里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升上去 《花盐经》释迦牟尼佛升上去到天上,夜摩天,兜蜀天,他化自在天王宫 他讲大城的东西,所以大城都是在天上讲的 《朱昔盟纵如龙齿雅》,不是讲给小城人听的 而释迦牟尼佛讲给印度人听呢 因为他当时下来,因为他要审讨环境 下来的时候,看到印度共产的那些人 四个阶级,那些人很穷,民不聊生 现在都差不多了,现在都很穷 为什么呢?印度有些人很聪明 聪明那些人很聪明,电脑那些人射十四个卫星 但是蠢的那些人是很蠢的 因为那些不是蠢的,他们是印度热的 没有心思想的 所以呢,印度整天想聪明,但是聪明不了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会聪明,想了些事情出来 但是下面的人做不到 那些人做到十几十年了 苏联去做一只战纜给他 他去开战纜 开战纜呢,人家说可以开到三十九次 他真的开到三十九次了 然后就着火,烧了大骑射,烧了窝窿 然后呢,飞机,今年失事了,今年跌了两架下来 为什么他跌了两架下来呢? 因为按错键,突然间关火了 就是飞机一下,突然间按一个键 一声就跌了下来 印度人就说 苏联人,你整个儿子在那里做什么呀? 我们印度不是这样的习惯吗? 左手用右手,怎么用的? 你不知道我们怎么用? 外送,贴到普京叉叉叉叉叉叉 我理得你印度人,怎么用呢? 你什么叫翻炼的? 你不翻炼的,怎么办呢? 所以就算翻炼也没用的 因为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很蠢 看外很聪明,有些人很蠢,罚就聪明了 但是那些佛罗湾那些就蠢了 有些聪明的都是有外道的嘛 有外道有法,法当然是好 法当然是圆弄,但是外道不圆弄 所以印度呢,你给了几个法 所以现在我们学法的人 不要常常说印度,快要打仗了 为什么? 我们在印度,我们在西藏那里 西藏那里,里面有巴拉拉山 东西有很多基金,那些荣书就用不下来 我们在这里建100个水坝 准备建100个 印度说我们在下面建294个法 但是,咦,为什么我们没有水呢? 因为你是上游嘛 上游截着那些水 印度就说,你不要在上游建水坝 那我们不建水坝,我建什么呢? 我建了水坝,棱着那些水 我就在西藏那里做东西了 西藏变成了,那些山东西 我建了水坝,那我建了水坝 那我建了水坝,那两个就来打了 对印度说,拿了那些飞弹出来,拿了那些城 布置在边境上 所以,常常都喊大架,它是人口最多 但是,这是最复杂的 所以,我们慢慢要和印度搞清一些关系 我们大成,不是印度佛教来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印度佛教 你那些内宫禅啊,四念柱啊,四圣体啊 十二英元啊,那些是和印度人说的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的,我们是说四无两心的 我们是说,他说,官生不正,官受是苦 官生无常,官法无我 我们是说,常乐我正的 刚刚相反,我们是说,常乐我正的 佛姓是常的,常乐我正的 官生不正,官受是苦,官生无常 所以,两个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不要经常以为是印度佛教 我们不是印度佛教 所以,读这个百花的时候 就告诉你,佛讲经是有本职二门 我们本身的佛,就是路歇罗佛 你叫它,皮路歇罗佛,又好叫路歇罗佛 霸生出来,千八亿化生,释迦牟尼佛 所以,它有很多个化生的,是延结千佛 这是皮路歇罗佛化出来的,都是延结千佛 所以,它这个印度的化生 所以说的东西是适合印度人修 当然啦,适合东南亚那些 适合缅甸,大家都共热的 大家都不用做事 我说,日中一食书,一宿三一一步 我都想量一下,所以它就不用做事 我说日中一食书,一宿不用结婚 不用结婚就没有冤家 没有冤家,然后没有债主 哇,多好啊,没有冤家,不用工 我一个四百万,三五个 二千万,多好小啊,所以这个 所以,与其说,这个小城佛教 是这个段宏老鸟生死 说小城佛教,不如说出家人的佛教 因为它是对出家人说的 一学就要出家了,差不多 日中一食书,一宿三一一步 这样才能收到,不是收不到的 收食正太十二英年内宫禅 这个五庭深宫,收到的 这个收到的,但是 在家人呢,在家人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收到 你连齿都不吃的,那怎么办 所以呢,这个大城呢 在家人多的,出家人呢 出家人都有,但是呢 这个小城就专门对出家人说的 所以出家佛教 所以你出家人收小城呢,是没错的 那现在我们有个海狮 他去了化身子,收小城 收小城,问他收什么 他说,观水樽球,观光 又是走来走去搞气蜜明点 五个光在面租走来走去 都不是收如来教的 那些,那些是印度教的那些 就是现在他们都不是收那些东西 收神通,有神通 有神通,有神通,有些古六合彩 古彩票,他们很多买彩票 那所以呢,都不是收那些 那现在越来越能收的了 不过问题呢,我们现在说二十八年八经 就是说本职尼门 所以就现在介绍了这么久呢 什么叫本,什么叫职 本呢,就是这个努赛罗法 这个职呢,就是释迦牟尼法 职呢,是按当时的云景而出世的 所以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呢 这八个宗呢,这八个宗呢 这八个宗呢,都不是印度全学 印度,做一些东西呢 中宫遗息 中宫遗息呢,是大乘仓来的 那这朝这个花盐尼婚呢 分五教,小乘教 跟着大乘仓 大乘仓呢,中宫和遗息 大乘仓呢,大乘仓就是禅宗 大乘仓宗教呢,大乘仓的宗教呢 就是法花,法花就是大乘仓的宗教 因为佛七十二岁说 最后和盆托出,最后就快进入这盆了 那我们要说完所有东西出来 佛洛里本来就不是说小乘仓的 不过那些人是这样,那你没办法不说 但是最后就能进入这盆了 到底我来做什么呢 那就是说大乘仓 所以这个大乘仓宗教 花园就说自己是大乘仓的宗教 这个法花呢,就说我们是大乘仓的宗教 花园是别教,藏通别远 因为它有阶级的,一级一级那样 实地,一级一级那样 我们是宗教 龙女可以即生成佛 所以它是原教 这个法花呢,就是宗教 就是最终极的 但是成佛呢,还是要经过三大 柯曾琦劫立即成佛的 所以这个法研就说自己是原教 但是法花呢,就说我们不用逐步逐步走 我们可以很快 所以这个有点不同 那我们呢,本职义务 那现在呢,就这个 那么法花呢,就这个三周说法 就是三周说法 这个三个,法说,譬喻说和因缘说 就是他说法说法 有三个,一个就是法说 法说就是这个方便品 方便品就是说这个法说,就是说道理的 第二个就是说譬喻的 譬喻就是这些三车的譬喻 或者一些穷子随训的譬喻 因缘呢,就是说他本身的因缘 就是本身的因缘,分三种来说 整个法花经来说,大部分都是譬喻的 都是譬喻,用譬喻 所以法花有七个譬喻 法花有七个譬喻 那我们呢,会逐个逐个说的 那也都会说因缘 这个观音菩萨的因缘 妙庄元王的因缘 观音菩萨本王的因缘 这个常北卿菩萨的因缘 所以呢,北来扶三个法 一个就是说法 一个就是说譬喻 一个就是讲因缘 这个呢,法花呢 要讲法花经呢 就要分开五重圆缘 一般来说,五重圆缘呢 九顺谈妙,那是九个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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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顺呢,三个月就是九十日 这个 第一,我们讲这个 天台的说法呢 就是用这个五重圆缘 八分共解呢 这个呢,都是出自这个法花圆缘的 这个天台中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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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法莲花经》呢,本来有三个品本的 有六个品本的 有六个品本的 但是有三个是不见的 就是看这个 第四页 《妙法莲花经》呢 有六个译法 第一个呢,《法花三会经》 这个呢 《资江梁接》 这个呢,都没有了 《撒云陀分利经》 这个又是没有了 《方等法花经》 《杜根液》的 又是没有了 《正法花经》呢 就是《触法户液》的 就是《触法户液》的 这个是在的 《妙法莲花经》呢 就是《沟摩罗萨》 那我们正在用的是《妙法莲花经》 《天稟》的 《天稟》的 《妙法莲花经》呢 为什么要添稟呢 因为 《沟摩罗萨》 《易普门稟》 和《提婆特多稟》 是没有解册的 就是 就是没有了 它的本是没有了解册的 那后来補下去呢 所以叫做《天稟花》 《法花经》 就是加多两本下去 后来 《沟摩罗萨》也 加多两本下去 所以呢 这个《法花》 《法花》的 的东西呢 有六个 那我们现在 传的是《沟摩罗萨》的品本 那么 《法花》《港经》呢 是有五重原意 《识》 《明》 《显体》 《明宗》 《文庸》 《判教》 这个《识明》 首先解这个《大乘妙法莲花经》 《大乘》 刚才说了 这个《信大法》 《解大义》 《法大心》 《吹大果》 《修大行》 《正大道》 叫做《大乘》 《《妙法莲花》 《荏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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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mo эконом》 《荏莲花》 《荏莲》 《荏莲花》 这个妙法是花果修行的时候 果已经在了 所以叫做道果法 你一修一点修一点 你没有说修行没有完全不同的果 你今天修一点已经有果了 一修就有果 因为是业来的 你种了善业 那就跟着有果 善业一慢慢成就的时候 那些果就越来越大 那就变了有结果了 所以一修行就有果了 这个年花开的时候 这个当你发心去修行的时候 果就变出来了 这个年花 当你修行完成的时候 就整个年红变出来了 所以用年花来代表 那为什么不用其他花呢 这里有讲到很多 其他花有花没有果 好像某单、芙蓉 那些是没有花没有果 那有些好像银行 没有花果那些是没有花的 那这些形容这些外道不无正业 那这些慢慢去看 因为没有时间 说不到 那现在这个年花解释了 《妙法年花经》 所以这个是法语 就是用年花来譬喻个妙法 年花来譬喻个妙法 这个变体呢 《花经》以实相为体 以实相为体 实相呢 什么叫实相呢 实相 我们这个《妙法世纪》呢 《妙法》的相呢 不是实相来的 我们那个《妙法》的相呢 我们那个《妙法》的相呢 现在呢 《公制法师》 这个《公制法师》 裏面有一粒子 裏面我們有這個鹽紙 你拿一粒細胞來拿一個鹽紙 鹽紙一這個裏面只有十萬份之一 就是十萬份之一是空間來的 全部空的 就是十萬份之一是有的 所以戒指衰微 你整個宇宙都會收拾到一點這麼大的 因為不要那些空間 不要十萬份之一的空間 十萬份之一就是我們的地球濃縮 就變成一個乒乓波那麼大 所以其他都是假的 因為這個氣球這麼吹大的 所以這個實相就是空上 全部都是假的 鹽紙一裏面就是六個瓜克 兩個上瓜克 一個下瓜克就是中子 一個上瓜克 兩個下瓜克就是側子 中子和側子 這個照整個顏紙的十萬份之一 所以整個宇宙都是假的 所以宇宙都是假的時候 那就什麼了 所以《法花經》裏面說 說這一個佛 第一版的時候 說這一個佛 第一版的時候 說這個佛 稍後再說吧 這個說信監空監 這個說完一會兒 先看一會兒吧 這個《法花》是說實相 實相就是真實的相 這個粉冊的實相就是空的 因為它十萬元之一 這個粉冊的東西佔十萬元之一 大部分都是空的 這個好像吹冰冰波一樣吹大了 你看到這個是假相來的 而且這個假相是每個人都看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是很多個世界大 這次我在西安的時候 善道大師很介紹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公案 好的公案就是說 我們在善道大師的塔那裏 善道大師的塔 善道大師的塔 善道大師是鄉跡子 即是淨土的祖師 鄉跡子 鄉跡子有個塔 有樓梯上的 那個塔就是妖塔 我們八十多人在那裡妖塔 善道大師有兩個年輕人 善道大師 就是在那裡拜 四個佛 拜拜下就不見了我們 不見了 整整個人都不見了 不見了的時候 就在那裡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 就不見了我們 接著就追了 追師傅 但是八十幾個人 頭好像這個房子那麼大而已 頭有多大 但是應該頭尾都見到的 見不到 有個肥貓在旁邊 因為他經常都見到他們兩個傻傻的 不知道在做什麼 正在找人 所以呢 是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他進了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他們兩個人在那裡 還在那裡拜 還有一個叫張太 看到我們說是妖塔 在樓梯那裡走 善道大師 見不到人的 為什麼師傅去了哪裡呢 接著就見到兩個人在那裡拜 啊你們慢慢拜就我去追師傅了 哎呀 幾個圈都追不到 追到很久都追不到 那這兩個呢 拜拜一下呢 還在那裡等著 那同樣的肥貓是不是走了啊 然後下來樓梯那裡 同樣去找我們 走回去 又不是回去了 下來找 咦 接著就聽到我的聲音 哎呀 現在要第二圈啊 快點吧 所以呢 這個信間空間 這個信間空間 就是說每個人都一個世界來的 其實每個人都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每個人有自己的世界 因為世界是有違式的 說是有我們的意識變出來的嘛 所以我們的世界差不多重疊了 所以覺得我們好像是一個世界一樣 其實是一個人一個世界的 所以呢 這個信間空間呢 就是說 因為他拜嘛 進了自己一個境界 好像你跑馬拉松那些人呢 他會撞牆 馬拉松有什麼叫撞牆啊? 當你跑跑馬拉松的時候 頭頭很辛苦的 所以跑跑跑跑 跑到一個境界呢 你整個不見了 只有你在那裡跑的 就是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整個人都可能你只看到一個人而已 那這個叫撞牆 為什麼撞牆呢 就是說每個人有一個牆的 你撞到一個旁邊的那個 就是進了第二個空間 進了第二個空間 所以這個叫撞牆 所以這個境界呢 即是一撒那 包圍很長 那這個《廉花寧花經》裡面 講的那個王講經呢 和八大王子講經呢 講了六十大劫 好像一撒那那樣 就是好像一頓飯那麼多時間呢 所以這個日月登明 登明佛講經 講了六十劫 發花經呢 是一頓飯那麼多時間呢 所以一撒那 一撒那縮席 那在網上還有一個 你們可以自己找 這個消失百年 然後再出現的 其實裡面講的一個空間就是說 一九五四年 有兩個人就參加這個氣球比賽 有五十個月氣球 那兩個人就參加這個氣球比賽 飛去波多尼國的 那經過伯霧特 經過伯霧特的時候呢 它突然間那個氣球消失了 那五十個氣球看著 咦 突然間不見到那個氣球的 接著呢 第二三下了 一九九零年 一九九零年呢 就在古巴道再出現 古巴道再出現 古巴道再出現呢 就是古巴就用飛機去截 就是那個戰艦 雷達就測到有一個東西在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美國的武器 那我就走去抓他 那我就走上去星空 那些機師呢 說一分鐘前都不見的 突然間一分鐘後就有了 看到那個氣球出來 接著就逼降 逼降 我就抓去海軍機那裡審 說你們兩個做什麼啊 你們兩個在哪裡來的 我們一九五四年參加熱氣球比賽 有什麼 什麼 什麼 我只是在參加熱氣球比賽的時候呢 看到有些天空 有些白色 有些光 身體痛一痛 痛一痛呢 就看到你的戰艦 接著就逼降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一撒那而已 過了36年了 過了36年了 所以呢 這個叫做重動 其實是空間來的 你進了一個空間 所以呢 他就沒有話要說嘛 那些記者就去追查熱氣球啦 追查那個比賽啦 有名字在那裡的嘛 追查嘛 因為很大件事啊 熱氣球比賽 真的有這兩個人在那裡 所以這個空間呢 這個是信根空間 所以呢 其實是一撒那而已 有一個又不見了八年 第二間又是一撒那 又再出現下一個世界 所以呢 我們翌日呢 不用往生的 做墨士這麼麻煩 進去第二個空間 兩手不開無共識 不留蹤跡在人間 好厲害 所以呢 這個說法花的東西是對的 他現在講日月不明文化 他講了六十劑法花經 只是一撒一撒而已 所以呢 這個 為什麼這個智者大師 會進這個法花船陀來呢 因為 佛同在那裡講廟法花經 叫做靈生一會 陰然未散嘛 那他入了二十三歲 就入了八花船陀來的 見到靈生一會 陰然未散 那為什麼他們兩個 拍拔一下肉 見到那個塔呢 因為他們在那裡繞塔嘛 那就變成了什麼啦 那這個智者大師 那個太虛大師 讀大波野經 嘩 虛空粉碎大地平沉 讀大波野經 讀讀大波野經的時候呢 突然間 聽到鐘聲 入了定了 黑著了 這樣 再聽第二天 鐘聲 咦 共發就過了 共發就過了 問那個智者 共發就打完了 不是啊 師傅說是第二天來的了 這個 進去一天 進去一天是一撒那的 都是一撒那的 所以呢 這個 你去淨土呢 你不怕很久的 因為淨土只是一撒那的 就是你去淨土 陌生被警導聯台馬上落回來 你不要去淨土在那裡騰人家 騰人家騰人家的 讓你去啊 包涵人家的 所以呢 去一撒那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過程來的 那不用說去淨土啊 有些人問你去淨土探世界 其實不是探世界的啦 見不到就下來了啦 那不用怕的 所以呢 這個淨土法門 那善道大師的塔 是不是要一個蟲洞通極樂世界的呢 我們又要 又會有一個聯想的 又不可以走走走去極樂世界 這個呢 都是一個方法來的 所以 第二天很多 鄉跡子很多人來試一下 又要深思思又分去看看 跟著那兩個人拜的方向 拜一下才看 究竟是什麼境界 可能是 可能有都不定的 就是這個 馬上去了極樂世界 不用了解更多 那所以呢 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呢 不可思議的東西很多的 就是這個世界 就是 當然啦 這些只是一部份 我們是特別多這些東西的 那這個呢 化花經理 實相為看 所以實相就是空性的 這個世界全部都是空的 這個世界呢 所有的東西 什麼也是空的 這個也是空的 因為只是十分之一的東西存在 就是趨大了 所以你覺得這些相呢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呢 其實當你有能力去解散它 再組合的時候呢 你就會變成一樣了 這個就是神通的特殊技能 就是你有能力去解散它 再組合而已 所以這個命中 依天才願意呢 本經就以一成因果為中 就是大成 就是三車盡歸大白牛車 一成佛法 佛呢 只是說一成而已 沒有二三成的 就是沒有講小成 又沒有講 沒有講迫之法 沒有講阿羅漢 沒有講迫之法 只是講一成而已 不過它下來 那些人是小成根氣的 就是講小成 但是講一講到那些能力去裏盆之法 才會說我下來 其實是講給你聽 一成佛法 不過我遇到那些小成根氣 所以先講了 因為不是他們不明白 我一早已經講成了佛之後 我立即講巴嚴經 但是他們聽不明白 諸聲聞眾如龍子雅 又銀不見謝羅生 又以北聞微妙法 這樣才找到陸野院 跟他們講小成的東西 讓他們聽得明白 聽得明白的時候呢 聽聽一下 就見他們的根氣 開始有些根氣了 就跟他們講維摩結經 苛小陽大聖 孟夫人經 讓他們回向大成 回向大成之後 就跟他們講空性 講到空之後 他又空過頭 所以呢 跟他們講有 即是波野經 講完波野經 講完波野經之後 因為一早已經講這個 講這個花園經 花園經就是有 花園經就是遺色經 那這個波野呢 就是這個天台 這個花 這個妙法蓮花經 所以呢 最後來南日裂蓬 把花花 裂蓬共八年 花花經 和裂蓬經 裂蓬經 為什麼要講這個裂蓬經呢 胡小律 以譚常 即是出街的人 要遵守小成的戒律 小成的戒律 你不要看小它 你只是大成 大成 我們這個星期就受菩薩界 聽完法師 打電話來 這個受菩薩界 你不要以為我們是三聚政界 很厲害 我們是涉成八界 瑤益友情界 這個涉律二界 我們很厲害 三成 我們不用收小成界 其實不是 小成的戒律 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小成的戒律 就是 因為大成是守個心 你的心是菩薩 不是菩薩 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你的樣子要現出來 要像 要像 你不能夠 所以生口測知 要護持 因為為了罰法的緣故 你自己的心是怎樣 不重要 但是你自己的樣子 都要做出來才行 所以 要小成 扶小成 所以我們出家人營 要守小成的戒律 這個是威夷的戒律 所以扶小律 以譚常 講常駐爭心 講這個神志針生 那這個 這個 發花呢 發花開聲盟而作佛 發花呢 就講受記 其實它這個 講完譬如之後 跟著就受記了 即是它講的規矩 講的形式是 講完之後 譬如是和摄利福 它分開三個 三個的 第一呢 就是摄利福 是智慧最高的 所以講方便品的時候 那講完之後 已經受記了 其他人還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 四大聲明 這個家涉 這些四大聲明 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 就講這個三車禦 三車禦 跟著呢 這個四大聲明 就講了 孔子禦 來回覆這個佛 接著就受記了 接著呢 泰波特多又受記 所有的新聞都受記 所以整個發花就是這樣 那這個一成說法 講一成而已 那論用天台中呢 祖師呢 就說這個經的用 因為我們要講色體啦 色體啦 顯體啦 明宗啦 論用啦 這部經究竟有什麼用啊 這部經呢 要斷而生信 即是呢 要你分清楚 大乘小乘 即是 不要只是說 講小乘 講小乘是有它的原因 講小乘是講 給小乘人聽 但是你是大乘 所以呢 你要 你要盜眾生 你要乘法 你不是要學小乘的 這段煩老鳥生死 所以呢 以這個斷而生信 相信自己 可以成佛為因 那判教 這個呢 天台判佛 一代時教為 五時八教 五時八教 藏通別圓 這個 花兒四教 頓漸秘密不定 那麼這個 五時呢 花炎時啦 這個 花炎 最初就講花炎啦 花炎 最初三十天 最初二一天就講花炎 那如來內政的境界 四十一位的化身大菩薩 不是四十一位的 不是說四十一位的 不是說四十一位的 四十一位 十處十行十 回向十地 四十個 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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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等各 廟國 廟國就是佛啦 所以呢 加起來等各 四十一位的菩薩 諸清文 終於龍子雅 所以呢 走去六野園 又講柯行經 柯行經 講了十二年 柯行十二方等法 接著呢 講了十二年 方等就講八年 方等是維莽絕經 聖文烏人經 講了八年 接著呢 花炎最初三七日 在這裏了 花花 波野 二十二年 波野坦 波野 講了二十二年 這個是最多 最多 最多時間 二十二年 波野坦呢 這個 金剛經 就是大波野經 六百卷裏面的 五百七十七卷 這裏是丹凰寶 整裏是丹凰寶 五百七十七卷 那這個 深經呢 就是大波野經的精華 所以呢 二百六十個字 是丹凰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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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讲小城 这个是讲小城 讲大城 所以这个是《五时书法》 《五时书法》出自这个童子 童子徐芬语 我们看看《法花经》的内容 《法花经》内容是分开三份的 这个二门六段 这个呢 《职门》有三段 《本门》有三段 《职门》三段有罪憤 正宗憤 流通憤 《职门》就是讲这个随职 即是讲什么《释迦牟尼佛》 它是随职 它本身就是《路舍罗佛》 《释迦牟尼佛》本身就是《路舍罗佛》 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应化生理的 所以叫做《职门》 《职门》来讲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释迦牟尼佛》 这个是罪憤 接着是《方圆品》 《譬如品》 《信解品》 《药草品》 《授记品》 《化成品》 《五百弟子品》 《授学无学品》 这个就是《职门》 即是《佛所说的经》和《譬如》 《释迦牟尼》 就在灵袖商里讲的 接着这个《法师品》 是在灵袖商里讲的 《教却导》 《蒲苏托品》 《提 compliqué abdomen》 《邢池品》 《安乐品》 一路讲的 《灵足品》 第22度 然后这一个是在虚空里讲的 因为多保分间商场就是在虚空里讲的 人们看着他就是在虚空里的 前面那一段十四稟就在這個靈袖山 到十四稟之後 做這個建保塔稟就看到佛在虛空了 因為有保塔 多保佛塔 佛升上去虛空 這個多保下來坐在旁邊 多保蜂座 全部都是虛空講的 跟著下面那幾稟 都是坐在塔那裡講的 提莫特多稟 宣慈稟 安樂稟 所以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地上 一個是虛空 所以這個跟小城那些不同的 小城經常都腳踏踏地 在地上講的 大城不同的 所以這個小城是適合印度人收的 因為印度人喜歡治療 所以很辛苦 印度人現在都辛苦了 不要說以前了 現在沒有什麼改進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說佛在佛的民族一定是好 未必是好的 你看耶穌的民族都未必是好的 所以那些是多災多難的 當然是多災多難的 那些要救苦救難的 所以當然多災多難的 不是富貴和佛難 所以不是富貴的地方 當然是立刻修行的地方 所以淚足品第二十二 那這個到這個約王菩薩到普莊賢品 約王菩薩壽記品 廟陰菩薩品 觀音品 這些全部都是地下講的 即是淚足品就落回來地下 建普塔品就升上去虛空 那這個法師品到安樂品就是流通份 前四十個就是職份的流通份 即是講釋迦牟尼佛 垂職在娑婆世界的流通份 這個本份就是講地下湧出品 地下湧出品就是有著菩薩在地下湧出 他方菩薩上來娑婆世界講經 那這個佛就不讓他們講 指指指指 我們自己有菩薩講 為什麼不讓他講呢 第一你那裡都要講 你走來我們就講 第二你講了我的徒弟講什麼 所以我們本地的菩薩講 地下湧出 二十七萬個菩薩湧出來講 想講 如來受量版就是講 他是不入列盆的 永遠都在那裡 就是不要以為佛入了列盆 佛是沒有入列盆的 佛是不會入列盆的 你祖先往多生都不會入列盆 都沒有了 不會沒有了 可以溝通 不是怎麼會拜 南華走去拜他就是在那裡 那何光是佛 佛當然是 他不會說一了八了的 不會說沒有了 入了列盆就沒有了 所以佛一樣在那裡 不過佛是不同生的意思 釋迦牟還未入列盆 那時釋迦牟來佛 入了列盆就用盧舍羅佛 就是本佛來的 就變成盧舍羅佛 現在看著你的是盧舍羅佛 雖然我們拜的釋迦牟利法 但是釋迦牟利法只是盧舍羅佛 所以其實就是盧舍羅佛 你看著你 它是本身的佛 所以本身的佛 這個佛就是約斯佛 約斯七佛 約斯七佛 因為有七個佛 約斯七佛 約斯佛就是他方的佛 這個釋迦牟利法介紹來的 但是很奇怪 這個約斯佛的咒 那個避沙舍避沙舍 他是約斯的貫領增形 但是他還有一條 這一條是釋迦牟利法的憤怒上 憤怒上無能性無殺的咒 所以其實約斯佛 都是釋迦牟利法加持出來的 因為要醫病 佛是大醫王 就是醫病的作用 就是照一個來的 就是他方佛來的 照一個出來 但是那個心呢 是跟釋迦牟利法一樣的 那麼這一個 這一個 那花有三個地方講 靈袖山虛空又回到靈袖山 那麼我們呢 接著呢 快快快說第一品 我們呢 因為只有六堂 那麼這個六成就第一 最品第一 我們會講完 講完二十八品 不用怕 那麼這個最品第一 首先呢 每一個經呢 有六成就 佛臨入列盆之前呢 這個柯能尊者就問佛 佛在世時以佛為師 佛入了列盆以誰為師 佛就說以戒為師 佛不在這的時候呢 我們經手應該說什麼 因為印度那些 印度那些經呢 多數都是個瘟字的 因為它是外道的經 多數是瘟字的 證明它是這個 這個外道的經 證明是婆羅門的經 那麼我們是佛教的經 就是讓人一聽就知道 這是佛教的經 那應該說什麼呢 佛呢就說 佛呢就說 佛如是我民 佛呢就說 佛法如大海 流入柯能心 柯能呢就25歲就出家了 跟了佛27年 跟了佛27年做使者 所以佛每一次講經 柯能尊者都在場 所以佛法如大海 流入柯能心 所以 余事我柯能尊者聽到的東西 就是余事我民 證明這個是佛教的經典 這個意思 如果你沒有余事我民 就不是佛教的經典 第三呢 佛在世的時候 以佛而住 佛不在世的時候 以什麼為住呢 以四念處住 這個四念處 公生不正 公壽是苦 公生無常 公法無我 以四念處住 這個四念處 這個我們 星期六就講四念處 這個四念處 這個第四個問題 但是這個惡性比憂 如何處置呢 如果有些人不守戒律的 不成的 那你不就跟他打過呢 那一份就說 以滅崩置之 不跟他講話 不跟他一起做結幕 不跟他講話 不跟他開會就算了 你不要理他 因為你越理就越麻煩的 因為像神經病那樣 你理就越麻煩 你不能夠理他 碰身他搞不行的 因為他會惡過你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 發能詐的人快點走開 發能詐你還會弄他嗎 所以問到這四個問題 所以這個如是我問呢 就是信成就 這個四個問題的一個 信 就是信柯能尊者聽的 佛法如大海 那我問 語詩就是信 就是我 柯能尊者感恩聽到的 叫做語詩 這個叫做信成就 第二就是問成就 我問 我聽到 柯能尊者聽到的 那第五 就是第三 是信成就 一時佛註黃瀉盛 其瀉盛生中 這個就是 處所成就 就是在哪裏說的呢 這部經驟到底在哪裏說的呢 這個呢 跟著主成就 這個呢 這個主成就呢 就是誰說的呢 佛一時佛 佛呢 這個就是說法主 處成就就是靈瀉盛生中 這個時成就 信成就 跟著盟成就 跟著時成就 時呢 就是一時 為甚麼要說一時呢 不說多少日 多少月 多少日 多少日 因為印度 第一 印度沒有時間觀念的 印度沒有歷史的 印度沒有歷史的 所以 還有印度當時呢 是十六國 摩傑陀國啊 什麼什麼 什麼打生死的 就像戰國一樣 那你個個都不同時間的 就是沒有統一的時間呢 就是沒有統一的時間呢 你就不知道了 我們為甚麼會有統一的時間呢 我們的商朝啊 秦朝啊 什麼漢朝啊 我們都有統一的嘛 就是到秦朝之後 我們也會統一的嘛 秦子王多少年多少年 如果你說到戰國那時 誰知道多少年多少年 周寧王多少年 這個楚雙王多少年 那就變成了點殺龍了 所以呢 而且這個是原因啦 因為印度不能夠找到的歷史 印度所以出生的時候在那裡推論呢 還是推論錯的 有些人在那裡推論 那我們為甚麼會推論得對呢 那個重聖點記 就是當時呢 在秦太恩良朝的時候呢 找到結核 每一個結核的主持 落一點下去叫做重聖點記 那就數數數數數數數到四百六年 如果你照柯玉王的石柱來推 有些人照柯玉王 柯玉王的石柱來推 他的羅馬那裏 就是那個勢力去到羅馬那裏 中一些石柱 那麼柯玉王的石柱來推 是爭二十年的 所以有些 不過現在我們這個2561年呢 是爭的 就是2561 你隨一隨就知道 2561 這個什麼 2017 6 456 456 所以其實四百六 對不起錯了 難道錯了 等十年 都不知道啊 你得他 這些是發教會的 不關我的事 大陸 是 我沒有說過 我不理那一部 我不是歷史學家 是吧 我寵意文教會說就是了 說出世啊 他又不是這樣入業 說出世啊 五年六年 合不合你 五年六年 五年四八年 五年六年出世 對了 五年六年 所以這個是對的 剛才收工的時候 所以是對的 這個是五年六年 五、六年 世八六年 他就在那裡鼓 所以是八十年 這個是八十年 這個時間是對的 但是有些是錯了兩年 泰國那些好像有錯的 就是用埃獄王的石柱 所以印度是沒有時間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有時候在天上面 有時候在地上 有時候在虛空 都不知道哪個時候 說到時候在龍宮 那你怎麼知道哪個時間 說到虛空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那個時間 所以它是一時 這個時成就 處成就 處所成就 然後中成就 以大腿優重 有時候說1250人推啊 金剛經那些 那有時候呢 這裡就沒有說1250人推啊 還有很多蒲殺啊 很多什麼 這個 為什麼要說這部經呢 本品的原始 以佛眼釋加盟來佛成道42年 因為他那時候是72歲嘛 成了佛眼已經四十幾年了 那說 雪花炎經 阿含經 方等 般若 等未曾涉如來出世的因緣啊 那佛家說這麼多經 究竟來做什麼呢 你說小成經 說大成經 說般若 說方等 究竟你來做什麼呢 所以未曾說到他自己 究竟要來做什麼呢 那說 所以呢 以佛眼觀 一切諸法 不可宣示 所以且何依諸眾生 性欲不同 性欲不同 種種說法 種種說法 以方便力 四十二年 未顯真實 是故眾生 得度差別 不得擇成 無相徒體 所以四十二年 都是說方便說 因為說小成是方便的 說方等 也是方便說的 所以後面有方便品 因為這些是方便來的 佛的方便 那這個呢 佛花才是真正原來要說的東西 那所以呢 對佛花的聽眾 有聲聞眾 有菩薩眾 有天上 有龍王 有耿拿羅王 乾立羅王 阿修羅王 加劉羅王 阿修世王 還有其他的 這個本土 這個世尊 講完這個 《無量異經》 通常就現神變的 因為講完這個《法花經》 就會現神變 這個六歲 這個六歲 這個地方 在這個世界裏面出現六歲 在他方世界有六歲 這個加起來呢 有十二個歲上 他土的六歲 本土的六歲 本土的六歲呢 就是說《無量異經》 以做為《法花經》的開始 這個叫做《說法瑞》 所以他講《無量異經》 《無量異經》呢 沒有《經》的 只是《無量異》的 這個呢 說是《無量異經》 但是不知道《無量異經》 就是《入定異經》 叫做《入定異經》 在天空降下四種花呢 這個就是《乳花序》 大地六種凳凳呢 這個叫做《凳地序》 這個呢 四種看到一些 又花呀 又入定呀 又地凳呀 心歡喜 這叫做《心喜序》 於是呢 這個佛呢 大光明治佛 眉根 放白毫放出 即是這個呢 趙東方 萬百千世界 無不周辨 下至地獄 上至阿加尼詐天 此為放光罪 所以呢 有說法呀 入定呀 雨花呀 地動呀 心喜呀 放光呀 這個始土六歲 那麽他方呢 就是當這個六歲 無論月三位的時候呢 這個眉根 放出趙東方 百萬百千世界的時候呢 寧寧就生的人呢 都見到光裏面有六種 見他方有六歲的眾生 見到諸佛 見到光裏面見到諸佛 又見到諸星盟眾 又見到四宋得道 又見到四宋得道 因為好像一個放電影那樣 我又放光的 在光裏面見到很多歲相 這個六歲 見到菩薩修行之相 見佛裂盆思相 這個叫他方六歲 那微立菩薩呢 就問了 微立菩薩呢 就問了 為什麽這個六歲呢 因為微立菩薩都不知道 於是呢 就問這個蒙殊施利 因為蒙殊施利呢 是佛的師父 分口都是佛的師父 那說 蒙殊施利呢 就說 如我為虎為喘 今十八世尊 欲說大法 語大法語 吹大法羅 激大法鼓 演大法義 啊 如果這個六歲 演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相信佛會講經 講這個大經 所以佛就跟著講日月登王佛的恩怨 過去無量蒙邊不可思議 柯爭騎劫 有一個佛叫做日月登明佛 此佛有二萬位佛 同樣叫做日月登王佛 最後一個日月登王佛 在出家前有八個王子 那這八個王子呢 聽到父王出家 亦都出家 所以這個日月登王佛 日月登王佛呢 就講這個無量意菩薩佛所護念 這個大乘經後呢 就要無量意三回 那時呢 自天降下四種花 和今天呢 一樣的瑞相 即是說這個 一是 蒙殊菩薩說他講 這個廟法蓮花經 因為以前呢 日月登王佛 要講廟法蓮花經的時候 也都是演這個綠水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現歲相後 日月登王佛以弟子妙光為首 即是說給妙光菩薩聽 那這個呢 講廟法蓮花經 這一次呢 實際上是講到六十小劫 但是一回一回聽眾呢 覺得只是經過一頓飯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呢 是沒有定的 可以入薩納空間 所以那三十六年呢 好像一薩納一樣 即是突然間過了三十六年 所以這個世界呢 我們還有很多科學上面的東西 要探索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所以呢 不要說不信不 因為經裡面講的東西 是我們的智慧味道而已 不是說他 你還沒看過這個視頻呢 你覺得他六十大劫 六十小劫 一會兒就六十小劫 有沒有搞錯啊 三十六年是一薩納而已 於是日月燈王法 日月燈王法 日月燈王八王子奉妙光菩薩呢 是講 那奉妙光菩薩呢 就這個 講這個 妙法蓮花經 講這個 妙法蓮花經 那這個日月燈王法 過去的恩怨 又去通宏或 在遙遠的恩怨 日月燈王六十小劫之間 講法 花經 那講完之後呢 他就入列盆了 那 這個呢 這個呢 妙光菩薩呢 僅正講八十小劫 在這個期間呢 日月燈王六十八個王子 那麼 妙光菩薩呢 就為師父 就聽聞法花經 供養佛 八位菩薩呢 依次懲罰 最後那個呢 叫做賢登佛 賢登佛 與我受記號釋加茂尼佛 金光經的賢登佛呢 就是妙光佛的菩子 這個賢登佛呢 有八八弟子 咦 有一個叫做求命 這個人呢 就貪著利養 讀經 但是不理解 又見忘 又不記得 這個就是 微立菩薩了 這個就是微立菩薩 因為呢 他的肚子很大 這個大肚 微立 經常笑 所以得了 鄧欣 眾籍善更 而能預佛 供養去多佛 那麼 微立當知 所以 以時妙光菩薩 喜以仁乎 我 我生是也 所以妙光菩薩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 因為他做菩薩的事 所以呢 要講這個 日月登王法 妙光 講八十小劫 百花經 那現在 再來這個世界 再講百花經 我生是也 求命菩薩 願生是也 所以這個 求命呢 就是微立菩 那麼 聚述這個恩怨呢 所以呢 就講這個 妙法蓮花經的恩怨 那麼這個呢 講第一版 那麼我們呢 今天講到這裏 我們先講到這裏 那麼下一次呢 繼續再講 大家有什麼問題 提出來問一下